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是你在空中的老朋友 也是你的新朋友 今天我为你预备的单元是信仰QMA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题目呢 是关于能不能够用打电话来确认对方 是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伴侣呢?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你心里是不是冒出了这样的一个疑惑? 确实,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所渴望的婚姻 工作,或者一切的事情 任何的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寻求 但是在这个当中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忽略的呢?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呢? 今天邀请到钱牧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女性长辈 她的丈夫是非基督徒 她说当初她向上帝祷告 如果这个男生打电话来 她就答应和对方交往 最后那个男生真的打来 他就认为这是上帝的印证了 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留意的是 对方既然不是基督徒 如果对方从不信主的 他愿意信靠上帝 以这一点来印证 这个婚姻是由上帝的带领 这个才是比较合宜的 当然也有许多是 双方面有一方不信 仍然结婚了 可是这个的结果 有许多是不幸福的 因为信与不信 不但不能同父一恶 这个不能同父一恶的意思 乃是在说 当我们信仰不同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这个生活价值跟人生观 都不一样的两个人 如何能够走在一起 同父一恶呢? 当然有没有例外的例子 就是说有一方信了 有一方没有信 后来结婚了 不信的那一方 后来信了呢? 当然也有 我个人也见过 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姐妹 信得非常的好 但是呢 弟兄虽然很爱她 但是却始终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 后来爱情战胜了 两个人结婚了 结婚在多年之后 这个弟兄感谢主 他也信了 而且信得很好 这样子的例子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也是有的 可是我们不能够说 那所以跟不信主的人结婚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了 我们当然不能够这样讲 我认为那是神的怜悯 神怜悯我们 知道我们的软弱 当我们陷在那个爱情的往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走不出来 以至于神恩待 让我们在结了婚之后 那个不信主的一方 他信了主 因为和不信主的人 我们要走在一起 在一个婚姻当中 一起来经营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但辛苦 而且极有可能 已经信的一方 会因此而失去所信 这是我们看见 更多更多这样子的例子 因此这位长辈 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来确定上帝的旨意 也就是说 已经知道对方是不信的 而且知道神不要我们这样 在这一件事情的决定上 跟选择上 不宜用这样子的方法 这样子做是不应该效法的 我们既知道对方是不信的 我们既知道神不要我们这样 我们必须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 来面对神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要我们信与不信的 不要同父一恶 免得我们在婚姻当中受苦 免得我们失去所幸 我想每一个 在试婚当中的弟兄 或者是姐妹 我们都有可能面对过 这样子的试探 我们有这样的软弱 我们更应该把这样的软弱 带到上帝的面前 神喜爱我们 神既然说信与不信 不能同父一恶 那他当然顾念我们的婚姻 因此最应该做的做法 乃是把这一件事情 带到神的面前 诚实地仰望神 因为明明知道是不信的 我想我们就不应该 用其他的想法 来告诉自己 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当然 话又说回来 如果已经知道是这样 又已经结婚了 那怎么办呢 难道神就不管我们吗 我想神是爱我们的 神当然不会告诉我们说 我没有叫你这样做呀 所以你自己去承担责任吧 我想神不是这样的神 神仍然以怜悯为念 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 他不会不顾我们 他还是会带领我们 并且把我们那个不信主的 另外一半带到他的面前 我相信上帝的心意 乃是要我们按着他所告诉我们的 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求 婚姻的这一件事情 是神多么的看重 他要我们幸福美满 他要我们的婚姻有见证 他既然这样说了 我们照他的话 来到他的面前求 我相信神一定顾念我们 所以在还没有结婚之前 我们要付代价 来寻求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婚姻上 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能够嫁在主里的 娶在主里的 神也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 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希望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 来到上帝面前 寻求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了解上帝的心意 我们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来寻求 以至于呢 我们不会寻求错误 走偏 或者呢 是望求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